众说蓝潭风云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23分14版14注 NBA低恶汉重新做人 这就是勇士给他2.6亿的原因 英雄是英雄 信任也是建立在惺惺相惜基础之上 本赛季对于格林来说凤凰涅槃 格林赛季初只打了15场比赛 就因为违反体育道德被联盟无限期禁赛 到1月底格林才解除禁令为球队出战 近赛归来的格林大车大物 他仿佛被打通了任多二脉 有了出色的发挥 格林最近5场比赛 可以得到13.4分8个篮板6.3次助攻 最近10场比赛 可以得到10.4分8个篮板6.2次助攻 每场都在进步 格林也迎来了第二春 他的三分命中率42.1% 是他职业生涯以来最高的 进攻效率117.8 防守效率113.9 净效率则是3.9 格林在场的比赛 勇士战绩是16胜13负 格林缺席的比赛 勇士的战绩则是11胜13负 格林赢球的时候 数据是10.4分6.9个篮板6.1次助攻 格林输球时的数据则是8.8分6.3个篮板6.1次助攻 进入2024年以来 当球员受到格林防守时 他的投篮命中率34.7% 三分命中率26.2% 格林的单防能力非常强悍 正是格林回归 科尔才排出了二后卫三封线的新阵 库里和库明加的进攻特点都得到很好的发挥 格林在防守中协防保护 在进攻中挡拆掩护 在攻防两端都是球队的核心 格林的作用是无法用数据体现出来的 当格林在场的时候 勇士的攻防是一个体系 当格林不在场的时候 勇士的攻防是另一个体系 格林进赛的时候 勇士已经感受到格林的重要 追梦是勇士战术体系里最重要的球员 如果没有追梦勇士 也不可能打小球战术 酷追汤也不可能在14-15赛季拿到总冠军 即便杜兰特加盟格林依然是球队的核心 他在勇士拥有很高的战术地位 勇士八年四冠 最厉害的就是小球战术 有了格林的勇士 才能将小球战术贯彻执行 本赛季 勇士先是让鲁尼首发 但效果并不好 格林改打中锋库明家和维金斯联手封线后 勇士的成绩才大幅提高 格林球技好 但球品不好 这也让他成为联盟的恶汉 本赛季 格林在对阵骑士的比赛里 推倒米切尔 被驱逐出场 此后对阵森林郎的比赛 格林 索侯戈贝尔 再次被驱逐出场 随后被联盟禁赛无场 此后 格林面部击打努尔基奇 赤道二级恶意犯规 被驱逐出场 随后联盟 对他无限期禁赛 格林生涯二十次被驱逐出场 仅次于二十九次的 怒吼天尊拉西德华来世 格林生涯六次被禁赛 赤道了一百七十二技术犯规 二十一个恶意犯规 正是因为格林的恶行 勇士对他又爱又恨 但格林解禁归来后 完全换了一个人 他没有吃到一次技术犯规 勇士对阵太阳的比赛 即便努尔基奇多次挑衅格林 格林依然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现在的格林 才是勇士需要的 格林四次帮助勇士夺得总冠军 一次夺得年度最佳防守球员 四次入选全明星 两次入选年度最佳阵容 这样的球员 即便运动能力下降 但他意识还在 还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格林是联盟的恶人 他也曾经因为自己的行为 刺痛了很多人的心 例如格林和杜兰特吵架说 在你来之前 我们就已经是总冠军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杜兰特 导致杜兰特离开勇士 让勇士低迷了两个赛季 格林虽然是大嘴 但他对库里只有尊敬 丝毫不敢冒犯 他还会各种彩虹屁夸奖库里 例如今年的三分大赛 格林就说 库里肯定会赢约内斯库 因为库里让我挣了很多钱 格林也在积极地帮球队招揽詹姆斯 这次超级碗格林 李奇保罗 詹姆斯就在一个包厢看球 勇士向胡人发出交易詹姆斯的请求 也是格林出的主意 而且格林还在勇士和詹姆斯之间传话 格林对库里始终友好 甚至有些小崇拜 也显示出超高的情商 一个球员必须和球队老大搞好关系 这样他才能在球队待得久 相反 汤普森和库里的关系 就没格林这样铁 汤普森和库里 顶多是工作关系 两人也没太深的私交 汤普森属于社孔类球员 喜欢我行我素 每年到了假期 就跑到队友都不知道的地方玩去了 而格林和库里则是打成一片 他们的家庭之间也有很多的聚会 库里已经多次明确表示 希望酷追汤一起退役 但当汤普森向勇士索要 两年4800万合同的时候 库里并没有向勇士有多少暗示 而格林今年夏天 拿到四年一亿的合同 库里是出了力的 这也是格林说 库里帮他挣了很多钱的原因 格林现在重新做人 他要打出好的表现 帮库里拿到第五个总冠军 格林球伤情伤都再现 库里勇士需要他 这就是勇士前前后后 2.6亿美金大合同的原因 这也是格林对库里的最佳感谢方式 现在的格林完美无缺 很好地在勇士 发挥了攻防核心的作用 格林是勇士战术里最重要的一环 一旦格林好好打球 不惹是生非 勇士的夺冠前景 就会无限被看好 美国记者 Shames做客 一档播客节目 谈到勇士球员 克莱的未来 Shames说道 他已经证明了 他仍然可以成为 克莱汤普森 我预计佛罗里达的两支球队 热火 魔术 洛杉矶的两支球队 胡人 快船 都会对他感兴趣 他会试水 自由试场的 显然 勇士队本赛季 应该不会动 克莱汤普森了 他们现在就等着下赛季解套了 事实上 他们已经容忍了 克莱的任性很久了 就对阵爵士队的比赛来说 前三节 克莱的表现会相当勇猛 但在比赛 关键的第四节 他总是找不到进攻节奏 以至于勇士队 险些再次被翻盘 从这可以看出 克莱汤普森 确实不适合在勇士队 关键时刻上场了 不过 克莱汤普森 对这些情况的出现 似乎没有什么意识 他赛后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关键时刻 我确实错过了一些 非常简单的投篮 我只是想亲自证明给教练看 我会像冠军那样去做回应 显然 即便末节自己的火力 无法延续 球队也险些被弱旅翻盘 但克莱汤普森 依旧坚信自己的实力 他甚至还做着回暖的梦 这就让人无法理解了 似乎他还是对自己打替补 心有不甘 可实际上 他在本赛季的整体表现 已经非常能说明问题了 勇士队给了他太多很离奇的机会 他一直把握不住 直到队阵快传队 他出现致命失误 才彻底将他放到替补席 这已经对其他队伍而言 不可想象的事情了 按照克莱汤普森这种态度来说 现在的他 让很多球迷与媒体感到失望 未来他甚至可能达到被厌恶的程度 因为他始终认不清自己的位置 从赛季出 克莱汤普森就一直饱受争议 事实上 很多人是可以接受他的下滑 因为之前的功劳与苦劳 大部分球迷对他的容忍度都很高 哪怕是空位出手 一支铁都能接受 防不住也能接受 但这并不意味着 克莱汤普森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球队 在本赛季库里依旧维持巅峰状态的情况下 克莱不断拿球瞎干 说是找状态 但从比赛中 我们能看到 他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跟过去的自己较劲 顶人强投三分 不传球 防守不出力等等 即便有着库里 科尔的支持 但在球队本就战绩不佳的情况下 他的这种乱打 行为在大众眼中显得尤为突出 现在的他已经没有那个实力 支撑不他使用过去自己的打法了 他现在要做的应该扬长臂短 空切也好 空位三分也好 拿到这些基本的战术分 就是对球队最大的帮助 也能提高自己的效率 但克莱汤普森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下滑了 他依旧为了追求高得分而疯狂出手 我们能看到 他在大部分时间中 比赛前两截是能打得不错的 但当比赛进行到第三截时 他就开始了进攻不稳 防守走神的情况下 等到关键的第四截 双方一上强度 他就是纯负面影响 如果说 勇士队本赛季单纯的就是毫无作为也就罢了 可以随意让汤普森玩玩 但勇士队明明有着更好的做法 这时候 汤普森还在要求出手 就显得有些无理取闹了 勇士与库里可能解套 库明家的持续悲剧 在克莱汤普森进入替补后 克尔也非常给面子 采访中不断地夸赞汤普森的替补行为 我和克莱谈过 我认为他处理得非常好 虽然克尔表示 他将继续继续让克莱打替补 但克尔并没有将话说死 这无疑是照顾了克莱的情绪 但这不意味着它是永久性的 我们会继续观察 看看进展如何 他打替补能给我们替补席带来一些火力 勇士队本身是有着更好的阵容与轮换调配的 比如库里库明家波杰维金斯保罗格林小配顿 这些人都有着一战之力 尤其是库明家本赛季打出了极其惊艳的表现 美媒分享了一组数据 为本赛季球员在单打中获得加伐率的排名情况 乔纳森库明家排行榜首 勇士19.5% 库明家在一个阶段短暂地替代了克莱汤普森 那时候的他场均能砍下二十的得分 篮板与助攻都有进账 与库里互为犄角 但即便表现上加 有着克莱汤普森的阻碍 他也无法真正意义上的出头 去年的库明家已经被勇士队压得很惨了 当时维金斯场下有事无法出战 库明家代替其打了几场好球 但很快就查无此人了 原因是小配顿的付出分了库明家的时间 结果维金斯的付出 库明家过得更惨气惨 差点直接颠辟 这样一个有实力的优质风险胚子 总是守着饮水机过日子 他能受得了吗 所以才有了库明家本赛季的逼宫 但现在库明家的处境依旧没有变好 上一场对阵快船队 科尔选择换下了在末节的关键时间 换下了库明家 换上了克莱汤普森 这无疑代表着一种不信任 科尔对库明家的使用 简直是匪夷所思 作为年轻人的库明家 出展34分钟 简直是另一种养老生活 要知道 就连对手的老将 哈登都出展39分钟 而在舆论的压力下 勇士对深库明家为首发 但他的出场时间 根本没有办法 与替补的汤普森相提并论 比如对阵爵士队 维金斯在中间衔接阶段 去代替补 克莱替补拿着全场最多出手 比首发还长的出场时间 再加上波节与配顿还要吃一部分时间 能库明家剩下多少表现机会 他只能是任劳任怨的继续承担任务了 其实 勇士队早点提上库明家的战术地位 他们能比现在打得更出色 但事实就是 勇士队不可能这样做 就从球队老大与老板那来说 克莱汤普森一天不走 他的地位就是稳健的 比如对阵快船队时 库里不断给克莱汤普森做球 即便是对方失误 他也完全不计较地上前击掌 谈到克莱本赛季的表现 拉科普说 老实说 我对他的感觉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 我相信克莱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球员 我支持克莱汤普森 总的来说 本赛季的勇士队 其实已经不是一支顶级队伍了 他们的争冠目标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如果他们还想要有所作为 那只能等到下赛季再说了 幸好 克莱汤普森是水修赛期 勇士队与库里可能要解套了 也希望勇士队未来能卷土重来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